從機場內往外望去 烏茫茫的一片 航班被取消 機場大廳滿滿的人 不只旅客還有不少學生 全都被困在機場 18號受到農務影響 上一機場往返台灣的航班 全都取消 受到影響的民眾 超過上千人 而現在正值大學 珍視的面試期間 機場內有不少學生 都是要搭乘飛機到台灣面試 卻被困在機場 焦急的等待 光是上午就已經有約 二十多名考生飛不了 民眾焦急的詢問 就是擔心農務會耽誤到行程 而縣府知道後 擔心下午 會有更多的航班被取消 和交通部協調 特別加開船班 先把部分學生載到嘉義 再讓他們轉成 其他交通工具到學校 基本上就是 如果明天早上 就算有後補上飛機 我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準時的到那邊 然後我也很感謝 縣政府可以 很快速的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學校的幫忙 讓我們能夠 就是順利的去台灣面試 然後也讓那個焦慮的心情 可以少掉一半 其實如果我們要搭船到台北的話 其實這八小時會讓 學生的狀態很差 就會沒辦法好好準備面試 所以我覺得 政府這樣的做法其實滿好 下午兩點為止 已經取消至少九個航班 而十九號的天氣 依舊不穩定 下午加開的船班 則是以學生和醫療為主 有剩餘的座位 才會開放其他民眾 因此滯留在金門的旅客 只能改搭船班 或是等待農務消散 才能夠離開 TVBS新聞 陳平橋 何雲婷 金門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